第四个随喜之 十方一切诸众生 而成有学及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 他这里说随喜 别人所做的三个我就进行随喜 随喜什么样的善根呢 四方世间当中所有的众生造一些有漏的善根 这些我也随喜所有十方世间当中 声闻 圆局 这叫做二乘 声闻 比如说八种国外 包括阿罗汉 御牛瓜 依赖瓜 无赖瓜 就是用八种国外的声闻 然后圆局也有分两种吧 一种是独行圆局 一种是宗会当中的圆局 圆局所有的善根还有我们菩萨当中有学和无学 有学指的是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叫有学菩萨 还有从资粮道到一地菩萨之间 那么还没有真正入学道的 入一地菩萨的 也是具有心结性的这些菩萨 无学指的是无学果位 也就是说得到佛果的一切的如来和菩萨和众生 他们所造的这些所有的功德 善根 这些我发自内心的随喜 欢喜他们所造的一切功德 当然我们在随喜的过程当中 我好像以前也讲过吧 比如说我们随喜佛菩萨的功德 我们得到了一部分 我们跟自己的境界比较等同的 等同的善根进行随喜 我们得到同等的一种功德 如果我们对下者 境界比较低下的 他们的善根做随喜的话 我们超越他的一些功德都能得到的 所以随喜的功德也是很大的 有学 无学 听说以前有些人说有学 无学 有一个人解释说有学有学文的知识分子 无学没有学文的文盲 这叫做无学 很多人听错了或者有些人内容搞错了 也有这样的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我读师范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很多学生都是有时候 他心很好 但是他普通话说得也是不太好 然后很多学生经常笑他 说他 其实这个应该说老师是很不好的 但是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毛病 经常学老师 就这样的 然后这个老师他自己也是刚刚牛校当老师 比较积极 不管讲课也好 还是晚上查亲事的时候也是他特别地认真 后来他有一次查女生亲事 女生亲事的时候他每次都是经常查 然后女生们不满 开始背后说他 说这个老师 我不说他的名字 这个老师很薄 说是图包子 就是这个老师 然后老师很不高兴 第二天所有的学生在体操的时候在上面说 昨天你们有些女生说我偷了你们的包子 我什么时候偷过你们的包子 你们的包子是肉包子还是财包子 所以有些物学也好 图包子也好 这些应该在正面理解不要说肉包子还是财包子 一切如来 菩萨的功德一一随习 其实随习也有非常大的功德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经文当中也是讲过 就是基本 разговор里 我不足或许 梦炖尼 编冬